晚间的八点钟将要召开鸡鸭亭 而目前在北浅的外头 有声援柯文哲的小草 疑似因为高温身体不舒服 被紧急送医 目前最新在北浅的外头状况如何 时间交给小韩 好的 我们现在持续守候 在台北地间署的外头 可以看到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三点 而现在距离召开时间是八点的鸡鸭亭 还有五个小时 所以其实随着鸡鸭亭的时间 越来越近可以看到 小草也开始慢慢涌进到外头了 我们现在是在马路的对面 我们马上带来看一下 目前小草聚集的状况 可以看到现在从中午过后 他们在稍微休息 用完餐之后 现在是小草轮流上台致辞 那当然挺的就是柯P相信清白 还有司法要公正程序要正义 这些话不断不断 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一直喊话 那么接下来随着晚间八点的鸡鸭亭 那相比是比小草的情绪 也会越来越高亢 不过我们要带您大家来统治一下 从今天早上九点开始到十点 民众党党部发出了所谓的召集令 希望小草今天需要你站出来到现在 其实这过程当中 你随着里面的侦查进度 也波动到外面的情绪 包含我们知道稍早的时候 因为当时时任的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就因为身体不适的关系介护就医 而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消息过后 没有多久 马上就有小草在外面 疑似是因为天气太炎热导致身体不舒服的关系 直接昏倒碰的一声非常大声 而且你可以看到现在马上在这个会场上 就会有一些些零零星星的冲突出现 包括可能就是开车过来的民众可能是反对的 那他们也可能会就是稍微叫一下两声 那现在可能过过去当中都会有一些零星的冲突出发生 那包含刚刚其实在小草送医之前 也有一些冲突的状况 不过在后续的时候 现在都是比较是在精神喊话的部分 那现在随着里面的司法攻防 越来越进一步的发展 现在也牵动到外面小草整个的情绪 那接下来包含刚刚看到的 馆长在早上送了物资 晚上又送了一次 刚刚在下午的时候又送了一次 包含还有包含稍早的时候 像是民众党的一些主要成员 黄国昌 黄静怡 还有加上张岐凯 都有陆陆续续来到现场致辞 那现在小草的状况 可能就是比较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做精神喊话 一切都在等里头的北检的最新的状况 小草才会有做一些进一步的反应 那我们也会持续在北检的外头 为您带来低手的消息 时间先还给棚内